大家晚上好 今天是灵异影片分享特辑 由于相当恐怖 所以请大家做好心理准备后再观看 那么让我们开始吧 一开始要介绍的影像是由Ruberas频道在YouTube上发布的影片 这是一年前发布的 当时引起了相当大的讨论 所以很多人可能已经知道了 影片中 拍摄者在某个住宅区拿着相机走着 然后发现了一条极其阴森的道路 这条路上满是针对某个叫做世川的人的辱骂和愤怒的木板 比如世川死掉吧 世川是个白痴等 虽然不了解详细情况 但可以感受到相当深的恨意 顺带一提 Ruberas频道也发布了一段关于最近状况的影片 令人惊讶的是木牌的数量显著减少了 也许是恨意有所削减了吧 无论如何 这还是相当阴森的 接下来的影像是一名女性深夜驾车时的行车记录器录下的 里面有一些不自然的声音 录下了一个男性的奇怪声音 但据说车上只有一名女性 关于这段影像的信息并不多 真相仍然是个谜 接下来要展示的影像 去年引起了广泛讨论 很多人可能已经看过 请观看 等会儿 你干吗 你干吗 什么 什么 你还看吗 什么 你还看吗 你看 你还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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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明显看起来像是人类的头部 而且似乎还在微微移动 从拍摄者的反应来看 可以感受到当时现场的异常情况 关于后续的信息目前还不清楚 这是由Yamato0000在YouTube上发布的行车记录器影像 夜间在祁福县中金川附近行驶时 刚好进入一个几乎没有人经过的路段 然后录下了一个阴森的瞬间 我现在在祁福县中的路段 令人惊讶的是 拍摄者目击了一个人 在路上向这边跪拜的动作 这是一个明显不自然的人的姿态 恐怖的是 在车辆交汇的瞬间 可以看到那人正在向这边走来 从拍摄者的对话中可以知道 这可能是某人要跳下河的瞬间 关于出现的人物是谁 之后发生了什么 细节完全没有消息 这段影像是由Andy先生 在TikTok上发布的真实影像 一个紧紧抓住车座 不断地诡异笑着的朋友 尽管试图将他从车上拉下来 但他们从对话中可以知道 这个人以一种难以置信的力量紧抓不放 根本动弹不得 他们去了一个灵异景点 回程时朋友突然情绪异常 陷入了这种状况 评论区充满了对他们的担忧之声 和各种推测 显示这不是一件小事 此后 这个账户没有特别提及此事 但上传活动仍在继续 所以可能朋友已经恢复正常了 这显示了半开玩笑的 举灵异景点是非常危险的 这是辅景县板井市的主题曲 幸福之花的宣传影片 自2016年在YouTube上发布后 社交媒体上开始流传一些奇怪的谣言 为了推广板井市 拍摄了城市美丽的风景和人们的生活 但在一个场景中捕捉到了一些不可解的事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注意到了吗 在这段于悬崖上拍摄的影像中 穿着红格子衬衫的男性背后 似乎有一个阴森的人影 由于还能看到鞋子 因此毫无疑问 后面有东西 虽然大多数人认为 可能是工作人员不小心映入镜头 我也觉得这是最合理的解释 然而 问题是在拍摄宣传视频时 为什么会有人特意躲在别人后面 而且 这个问题场景的拍摄地点 是非常著名的东巡方 这是一个平均每年 有24人坠崖的知名景点 有许多谣言流传 那么 出现在城市宣传影像中的 阴森影子的真正身份 难道是在这地方 放弃生命的灵魂吗 这是由Slave School先生 在YouTube上发布的影像 最近很流行的副业电商影片 内容是在各国商店购买 Amazon FBA销售的商品 拍摄者一边查看书籍和游戏软件 一边判断哪些商品可以盈利 并向观众解释 然而 在这段影片的评论区 有人提到捕捉到了恐怖的事物 请看问题的场景 如果我购买了 我购买了 我购买了 你注意到了吗,当拿起一款名为Core的游戏软体时, 漆背面被映射出来,但那里却显示了一个女性的脸, 她的脸带着诡异的笑容,似乎在向拍摄者诉说着什么。 尽管画面中清楚地显示了女性的脸,但背后却没有任何人,这是事先安排的吗? 然而,Swift School先生平时分享的都是商业相关的信息, 并没有发布任何关于灵异的影片,因此这种可能性似乎不大。 对于反射在光碟壳上的诡异连孔,大家怎么看? 这是在一起交通事故现场发生的奇怪影像。 这个地点是高速公路,但这里总是在相似的情况下发生交通事故, 因此当地居民非常害怕这个地方。 而这段问题的影像是在当地媒体采访时拍摄的。 令人惊讶的是,在事故车辆的前挡风玻璃后面,似乎映出了一个孩子的脸。 最初什么也没有,但突然之间,他就出现了。 拍摄时间大约是凌晨三点,地点在高速公路上,无论怎么想,这里不可能有孩子。 过去这个地方发生了许多交通事故,其中有些牺牲者是孩子。 那么,在事故现场出现的孩子究竟是什么呢? 最后,这有点令人不安。 2009年2月20日,在福岗县九流米市发生了一起极其悲惨的车祸。 在一个十字路口,车辆撞上了路沿石,然后失控撞向电线杆,车辆被撞成两半。 关于这起恐怖车祸的报道在当地电视台播出,但有一张照片中出现了令人害怕的失误。 请看。 你注意到了吗?令人震惊的是,车体下似乎映出了一个女性的脸。 在报道的时候,已经确认了三名受害者的遗体,所以这是否意味着留有遗憾的灵魂出现在照片中吗? 但老实说,这是十三年前的影像,画质很差,很可能是视觉错觉的可能性较高。 然而,考虑到事故的悲惨程度,这无疑是一张令人毛骨悚然的照片。 车辆被撞得分成两半的事故,根本不敢想象。 大家开车时也请注意安全。 这次就到这里了,你们觉得如何? 这个频道会继续为大家整理和发布各种大家感兴趣的影片。 如果你喜欢的话,请点赞并订阅我们的频道。 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感谢观看